完成画面需要,刚刚是012,这个地方延伸,底下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,一个这个,有点像电话号码,一个手机的一个画面,那特别注意,我要怎么样布局,其实这边顺便讲一下,如果你要简单布局的话,有几个方法,其实我刚刚讲过,你可以在layout里面再放layout,也就是说,刚刚我们预设外面的layout, 是叫linear layout的,什么呢,纵向的,然后呢,你可以在这个里面,放一个也是linear layout,不过你可以,linear layout里面有横向的,你可以把它放在里面,放三个,然后当然,再来就是说,这个宽度部分,每一个按钮,原来宽度是match pattern,就是这么宽,那你可以怎么把它改一下,我大概改成,宽度大概改成50好了,这个大概50DP,DP,OK, 然后呢,宽度改,然后这个地方的宽度大概大概150DP,150DP,OK,好,那你要怎么样,刚好布局成这个样子呢,其实呢,在,你就会里面,Eclipse里面,我们要怎么样去做,这样的一个修改,第一个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我们,这上面原来布局这样,那我特别注意, 我们可以先怎么做呢,第一个,先把这些按钮,把它按右键,更改它的宽度,那宽度怎么更改呢,在右键,这边有个叫做layout的wise,有没有,这个wis,这个wis的话呢,我们可以把它改成50DP,单位的话,上面有啊,你可以参考50DP, 那同学常常忘记这个单位,如果你单位没改的话,啊,就会错,就会出错,特别主要,常常有同学是,DP忘了,忘了打上去,OK,按确定,那DP使的是,那个dpi,等于是那个dots,几个点,OK,那这个按确定,好,一个就出来,那其他当然也是一样,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,把它这个,这个wis把它改一下,然后改成50DP, 好,那其,不过你会发现,如果你每个都要改的话,哇,那太浪费时间了,所以有没有比较更快的方法,好,当然是有的,那怎么做呢,我们来看一下,其实你基本上就做一个啦,那其他可以怎么做,做复制的,那怎么做,首先第一个,可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,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横排,那一个横排的话,有三个按钮,那三个按钮怎么刚好在这个地方,不是纵向的,因为你会发现,你现在把它拉过去,会不会放旁边, 不会,它只会放上面跟下面,所以如果要放旁边的话,怎么做呢,请各位注意一下,第一个,在我们的那个工具箱,这个witch这边,工具箱这个地方有一个layouts,layouts就是它的版型,那如果说我这个layout要放在这个版型上面,运行的话,有几个简单的方法,各位找到,有没有,这边是垂直的吧,对不对,这是, 水平的,那我要怎么用,比较简单,我建议各位啦,可以把它放到盖要的这个地方,怎么做呢,按住它不要放,直接拖拉到,我建议不要,也可以拖拉到这里啦,不过我比较习惯拖拉到盖要这里,的什么呢,这一个layout的下一层,所以你就拖拉到这个layout的下一层,那直接放在它上面,放开,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多一个layout了,多个layout之后的话呢, 你再把什么呢,因为我的需求是123好了,比如说我今天呢,把1放进来,放到这个layout里面,特别注意哦,注意一下那个阴影的部分,放开,再来把2放进去,放开,有没有,那你会想,诶,那3怎么办,很简单嘛,把2按住不要放,再拖拉一支按坎凑键,